Hello大家好,这是Scan天天老师 那在上期视频里面呢 我们做了一个两台元年GMP50W的一个对比测评 那今天呢我们要不要这个话题继续展开 那大家知道在我们现在的音箱市场上面有一个品类叫做Vintage Boutique 那他们都打着发烧复刻元年的旗号 那么这样的音箱跟实际的真正的元年 因为他们的参考对象比起来 实际的表现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那今天就让我们来一探究竟这个话题 那大家看到收藏我两台音箱 那上面这一台呢就是我们的老朋友 来自68年的GMP1987Superlead 那来自上面的这台呢是一台意大利产的 叫做Medcat 风猫的SL68 简单来讲这是一台现代意义上的复刻 1968年GMP1987的音箱 电路是完全1比1复制的 而且用量也非常的发烧 比如说Mercury的变压器 比如说SOZO的电容 还有一些军用级别的一些元件 那总的来讲 这可以算是现代意义上最为顶尖的 GMP1987类型的复刻 那问题来了 这样的现代发商碰上与元年的复古 它们能擦出什么样的火花呢 那还是老规矩 我会用实验准备好的DI信号 发动给两台音箱进行App处理 那所有的参数和调节成一样 也就是说整个过程中除了箱头以外 没有其他任何的区别 那分解不多说 将们再开始吧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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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根据刚才的视听呢 这个结果基本上也在我的预料室中 两台音响的音速都非常棒 表现都非常的好 而且音速都比较接近 但是很明显的是68年的这台老音响 它的整体音色更加的肥厚 低频比较的足 而高频的比较圆润 整体音色相对比较温和 而Made Cat的中高频非常的突出 低频比较少 整体声音度也比较大 给人一种后期金属面板GMP的感觉 那我个人呢 比较喜欢68年这台老箱子的轻音 和一些比较低增益的音色 那Made Cat可能更加适合一些 比较现代的高增益的音色 那两台音响都很棒 但是话说回来 如果Made Cat它的初衷 是完全要复刻68年的GMP的话 那以这个角度来评判的话 那它并没有成功 因为它并没有冒出老Plexi 比较温暖 比较肥厚的音色 那不知道你更喜欢这两台中 其中有哪一台呢 不要忘了评论去留言 说说你的想法 那下一期呢 我们还是要继续这个话题 用手头碰巧 还有一台Marshall的1987X 那这是Marshall官方的 复刻GMP1987 可以说是正版的山寨了 那么现在生产的GMP 跟老的真正的原件GMP 之间有什么区别呢 那如果你好奇这个答案的话 请关注我下期的视频 那这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了 如果你喜欢的话 请不要往点赞 收藏 转发 三连一波 那如果你有任何问题的话 也欢迎在推定区里留言 这是Sky的天亮老师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转发